中国国家统计局今早公布 中国去年人口减少85万 是6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中国新冠疫情飙升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监测超额死亡率 以便更全面了解当地病例激增的影响 英国地铁无库活动登场 参与活动的人下身只穿内裤搭地铁 庆祝地铁无库日 哈利王子今年出版的文学类书集 回忆录打败奥巴马 首日就卖出143万本 登上世界纪录 各位观众朋友晚间好 欢迎收看2023年1月17日的东方国际焦点 我是杰宜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早公布 2022年底全中国人口比上年底减少85万人 自1962年以来 首次负增长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最新的数据 去年底全中国人口有14亿1175万人 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 不包括居住在有关地方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长期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华裔人口专家 易富贤表示 虽然中国与联合国的社会学家在多年前以预期到人口负增长必然会出现 但在2022年出现负增长比中国官方预测的时间提前9年 比联合国在2019年预测的提前10年 中国社科院员副院长、学部委员采访近日表示 人口负增长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 同时老龄化进入到了一个更深度的阶段 将来提升的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这些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形成新的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周一表示 建议中国密切监测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超额死亡率 以便更全面了解当地病例激增的影响 中国去年12月全面松绑防疫 结果疫情如海啸事爆发 世界卫生组织数度指中方疫情数据失真 低报死亡人数 最后中国终于公布运用新平台统计出的染疫死亡数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员1月14日通报 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 中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 新冠疫情感染相关死亡病例有59938例 1月8日是英国一年一度的地铁无库日 地铁无库日是由The Steve Upper Leaf Society主办 至今已迈入第十二届 参加活动的人不需要任何正式的会员资格 只要你敢下半身只穿着一条内裤出门就能参加 参加活动的男男女女先是按照主办方的指示 穿着正常的冬装聚集在街上 接着大家被分成几组步行到附近的地铁站 并在那里脱掉裤子 开始倾注地铁无库日 不穿裤子搭地铁的快闪靴头 当时是由喜剧表演艺术团体 Improve Everywhere所发起的 活动的创始人表示 除了让其他人开怀大笑以外 不穿裤子搭地铁活动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此后多个城市也开始举办地铁无库日活动 包括伦敦、柏林、里斯本、东京等 据建立是世界纪录网站 英国哈里王子充满争议 言不无尽的回忆录 备胎已成为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计时 文学类书籍 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开卖首日 即售出143万本 超越前美国总统奥巴马 据建立是世界纪录网站 英国哈里王子充满争议 言无不尽的回忆录备胎 已成为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计时文学类书籍 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开卖首日 即售出143万本 超越前美国总统奥巴马 这项记录前一个保持者 是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第四本书 2020年出版的《应许之地》 《奥巴马回忆录》 首日售出88万本 考量到备胎 多数的内容在1月10日正式开卖的5天前 已于西班牙曝光 代表哈里王子曾经吸毒 与哥哥、威廉王子打架等细节 早已登上全球媒体 这项销售数字更让人印象深刻 哈里王子在书籍上市前积极宣传 曾接受多家媒体的访问 备胎在美国首刷200万本 现已安排二刷 已满足庞大需求 尽管本书标价在英国为147令吉 多数书店贩售时最多可达到五折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 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际时事 我们明天见